就是這樣被人撞的 嘴角的兩位已經太寒了 所以它也有一個很厲害的名字 叫做柴德的復活汁 現在我兩面臉很鸿鴨一下 就算兩個都是素額 我覺得我要拍一集 我在東大門中過復的sample 我現在覺得自己好像一包中薯條 今天這條影片就在車上開始 其實現在時間已經過了凌晨 但大家都知道我上個月開始了Brizit Brizit是一個主要經東大門入貨的網店 所以就算我們住在山卡 沒有雷工那麼遠的人村 都定期要去東大門去看款、入款 通常這些日子是最爆端的 今次這條影片其實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在韓國初次經營網店的一些小日常 其實沒有試出東大門有什麼準備 因為我們是開車出去的 冬天來說 我們兩個都不會帶大衣 因為東大門商場裡面 是一個很焗的地方 有很多人 不斷坐來坐 另外我還會帶這個小布袋 裡面是裝了一些現金的 東大門如果是買sample的話 只收現金 還要是1000W以下 不是紙幣的面值 我覺得是不收的 零晨1點鐘 到達東大門 開始工作 現在開始每一秒都有機會被人撞 我去立大概 首先那個季節合不合 然後風格合不合 我們Brizzy都是一些 UNICEF化 稍微的 這邊風格一看 只是比較成熟一點 而且季節也不合 香港完全穿不到 也會生熱費 然後到潮流性的問題 隨今季就有期間隔 但是我們是不是狂入期間隔呢 其實我又不想 因為我不想 入了的貨 大家穿了一季之後 就覺得 哇 很有上一季的影子 當然希望想入一些白白一點 大家不只穿一季 下年也可以拿出來穿多少款 大家看到其實很多在這裡工作的人 是充滿著男士 這些就是東大門的大叔 大叔通常要做的就是要幫店家去補貨 拿貨 接著搬貨 是比較體力勞動 所以他們工作是超級爽手 就是這樣被人撞 公年農曆新年也好做 新年其實韓國都會放假 所以變成東大門放假放得早 我們要準備新年的貨 就要更加速 哇 想要撲射 但是新貨又未出 所以這段時間是挺掙扎的 在這裡買一定是要有商號 其實不一定是公司的 只要是叫得出你的名字 認得出就OK 因為我們經常補貨 都可以達到 我們剛剛買的四件 就一個小時後才有貨 我們不知道會不會留到一個小時 不行的話 就叫我們叔叔去拿 其實我們也是有叔叔的 因為我沒有可能每天回來補貨 而東大門和叔叔是怎樣賺錢 有些是月包式的 也有些是看你進貨的數量 抽一個percentage 終於回家 其實今天算很快 現在西班牙室是累到瘋 其實我也累到瘋 韓國室內其實它暖氣開得很重 所以在裡面行走一段時間 臉有色油 妝有斑薄 哇 瘋 我這裡是流血了 3點28分 哇 妝啊 我好累啊 晚上吹著東大門 皮膚真的差得很 這裡有包 我現在睡覺 我現在睡覺覺得很癢 尤其是我嘴角這兩個位置 已經是紅到 好像作紋一樣 大家再見 大家早晨 差不多又要起床 稍微泛紅 卓耳 就是想作敏感作敏感 所以 每次熬完東西 或者去東大門入貨 早上看到自己皮膚很脆弱 很敏感 我是立刻要含含聲 拿回這支Hardalabo的舒緩 收穫精華做慢用 其實我都用過多少急救 收穫型的精華產品 很多類型的產品 你用完就覺得 嗯 保濕 但是就沒有一些很即時收穫 鎮靜的效果 但這支Hardalabo Cica的精華 是真實 塗了上面之後大概5至10分鐘 你是用眼可以看到 舒緩 所以我皮膚比較敏感脆弱 就是所謂爛面期的時候 我真的每一次都要拿出來用 因為它那種 Calm Down皮膚的效果 是很明顯的 你肉眼可以看到 是沒有那麼明顯的 是沒有那麼紅的 整個保濕度是提升了的 它鎮靜的效果是真的一流 爛面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支Cica的精華來急救 但當我皮膚狀態OK的時候 其實都會用它來進一步穩定敷放 因為裡面 是否和復活組同一個level的積住草成分 它還有很多市面上的產品 都找不到的HA褐殼配方 可以真的由皮膚的表層 入到增皮層 由根源去幫我們做保濕修復 同時可以強化我們皮膚的屏障 所以它都有一個很厲害的名字 叫做查德的復活針 爛面期或者皮膚快作敏感 好像我現在的狀態用它 是真的有一種寫過翻身的感覺 而且一直用它 皮膚真的會越來越穩定 越來越好 穩定真的是好皮膚的根本 大家看它 我會不會覺得包裝很熟口面 因為它和我之前夏天也介紹過的 Vita美白提亮的精華 是同一個系列 來看看它的質地 坦白這個精華的質地不過關 真的多好用都搞不定 可以看到它是一個很流質的精華 然後在皮膚上塗勻它 延伸性非常之好 質地也蠻適中的 沒有說薄到一陣風 也不會太濃稠 很難吸收 而且在皮膚上的感覺 是很很很沒有負擔感的 我為了示範這個Cica的舒緩收復精華 它的收復力究竟有多強 我就會在我這一塊 即將有一點爛面節奏的皮膚上 左邊面我會塗Cica的這支收復精華 右邊面就暫時有得它自生折面 真的好像頸殼了10年的人 終於有口水喝的感覺 冬天洗完臉不立刻塗護膚品 我用這麼多爹說了這麼多話 真身皮膚如果是人的話會競爭我 現在左邊面就塗了 右邊面就繼續等它自身自眠 我們這裡來教5分鐘的冷鐘 就算我沒有照鏡 左右邊面在我自身感覺上有什麼分別 非常之大 這邊有塗精華那邊 這邊是沒有那麼緊繃 刺痛感是消失了 可以看到是短短5分鐘 這邊面是比較有生氣的 比較像一個人類的皮膚 因為它是有光澤感 有水潤保濕度 還有你看到一些泛紅 剛剛鼻液這些位置不是超紅 其實我這邊鼻液也是超紅 但這邊基本上是退得七七八八的 你已經 當然不可以說完全沒有了 好像化完底妝那麼無瑕 始終我也是一個無睡覺的人 但你看到有塗收護精華這一邊 整體 calm down了很多 沒有了那種癡癡的 癢癢的 你看到右邊沒有塗精華這一邊 都是非常之膚色不均 泛紅 有些位置是特別乾燥敏感的 現在我兩邊臉很鴛鴦 就算兩個都在素顏的情況 那我現在兩邊臉都塗光了 終於有一種活過來的感覺 其實用這支Cita精華 我同時都會配搭這個 Vita提亮型的精華 on top一起用 這個Hard on Label的Vita精華 其實我在夏天有另一條影片 詳細介紹了它 也分享了它的使用心得 過了整個夏天持續用它 皮膚是真的我覺得有百起碼一度 而當我們皮膚很累 或者很脆弱的時候 是特別容易有色素沉澱 再加上現在冬天 其實太陽是遠比夏天 沒有那麼惡毒 所以我覺得這段冬天的時間 是修復皮膚 和亮白皮膚的黃金時間 所以冬天就首先用這支Cita 做一個打底 然後就可以用這支Vita 兩肌蛋巴精華 on top塗在皮膚上面 去改善色素沉澱 膚色不均暗沉等等的問題 使皮膚不單止可以修復 分別了健康 還有那種透亮的感覺 現在是打仗 這麼暖 剛剛收拾了一間拍照 要用的衣服 那這一堆是不會用到的衣服 還要紋到在這裡 那現在我要化妝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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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星期間 上次回家囉 這整件事應該會在兩天 在這裡 沒有東西 拍照 後來再回家 我還要新的網站 做一些 papo work 我剛剛拍完照表表사� QQQ 就是我們的課期表 其實我們網店的所有文件都在Google Drive上面 所以裡面是有超級多的公司機密 我每天都要更新的一個file 就是這個就叫做東大門的課期表 其實是一份文件可以看完韓國、香港的課期 以及一些貨品的狀態 除了更新的課期表之外 我還要將我所有的買貨紀錄 無論今天是買sample 還是我今天下了一包order 都可以上載到一個Drive 我們Brizzy的會計姐姐就會去找一些單 幫我們計算、賣數 每個月尾其實我們都要出一些文件 給每一個東大門的店家 因為在韓國這邊我們是交足水的 我們是屬於超級單事員偷食正檔經營的生意 好了 那做完電腦上的update 我下一個的工作範疇 就是要脫衣服的 就是我要試一些sample 這個就是今天其中一代寄來的sample 通常我每天都在試sample 因為其實東大門那麼多衣服 真的選到真的覺得很漂亮的衣服 是佔少數 中伏的機會是大很多 其實我現在整個storage 都是一些中伏的衣服 我覺得我要拍一集 我在東大門中過伏的sample 通常試衣服就不說試上身 漂亮就有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要看 真的要很認真地看質地 女女外外 樓 細節 cutting 是不是對大部份的身形都好 還有風格是不是我們喜歡 因為說到尾都是想選一些 就是貼近我們生活 我們style 我們喜歡的東西 去分享給大家 又不是很想反過來 去迎合現在流行什麼 選完之後覺得ok的 就再送去洗 洗完之後就看一個condition是怎樣 這件都蠻好看的 因為韓國現在其實都陸續出春裝 其實這件衣服厚度不是太厚的話 塞進衣服都ok 但怎麼看這兩件衣服 是否應該進入呢 留言告訴我 今年春天有很多這些嶺 它又不完全是方嶺 U字嶺 你會看到是梯形 然後有一點心形的線條 這個是今年的項目 白色都蠻漂亮 我很喜歡這個cut和款 但白色唯一問題 尤其是春夏的款 容易透別的顏色 因為它們用到的布料 是比較薄一點 透氣一點 所以看看你介不介意 這種比較透小的衣服 其實穿一些肉色的nubra 或者毛帶的胸圍 其實就搞定了 這件我就應該不會選的 主要是因為 我覺得它的cutting有一點問題 我現在覺得自己好像一包中薯條 然後基本上全天我都拿著電話 因為有很多東西 其實都跟香港同事 或者香港同事 要跟我去溝通 其實做網店之前 我就覺得 整個過程應該都蠻簡單 拍減貨給錢 我們寄出去 但其實中間有很多可以出錯的環節 最近有一件事令到我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客人不小心填錯了一個字的電話號碼 那個錯的電話號碼 主人收到訊息之後 又真的走了去那個智能柜 收了一件貨 搞到訂了那件貨的客人 遲遲都收不到貨 然後才走來問我們 才知道原來填錯了號碼 然後我們CX同事嘗試聯絡 究竟找不找到拿錯見過的人 疑點關於被告 可能真的是拿錯 他還沒空拆 誰知道 Message找不到 電話又不太聽 那件貨其實就是被人拿走了 最後我跟小巴西談完 就決定把這個order裡面的一半的貨 我們都是免費寄出給這位客人 再包含費 因為這張單其實他在聖誕之前 我想應該都是很想在聖誕節可以作 其實我跟小巴西都覺得挺可惜 挺慘 雖然免費寄出一些貨 有包含 店鋪是會虧本的 但我們兩個都覺得有支持者 跟我們買衣服 而且買衣服本身應該是一件 會令你開心的事 好像收到禮物一樣 做生意賺錢是重要的 但是不是每一分每一合得盡呢 是不是完全沒有人情味呢 尤其是我們這個網店 一開始是因為大家喜歡我們 或者想支持我們 去follow去關注 有沒有付錢也好 其實我們都很感恩 所以如果有些位置我們可以 配合一點點 然後幫大家走一點點 我和小巴西都偏向走 再加上我們的小巴西 其實都是很為大家想的一個CS 那我今天這個夜以繼日 日以又繼回夜行 在網店 一天工作日常walk 就大概來到這裡了 我想透過這條影片 大家應該會更加清楚 一間網店的日常運作是怎樣呢 是否只是外出玩 拍日常相打卡 就完成呢 其實背後牽涉到的工作 牽涉到的人 我們需要的幫忙 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 其實去到現在 有很多很享受每一樣的工作 無論是paperwork 即是稅 出口 法律 或者東大門入貨 一定要留意的位置 真的覺得是學了很多東西的 但可能會很好奇 網店是不是很好賺呢 是不是很容易就六位數收入呢 的確呢 營業額是有這個數目的 但是營業額是一件事 你扣除成本之後 才真的可以賺到的錢 但我都可以跟大家說 我們頭一個多月賺到的錢 基本上 是沒什麼可以墮落袋 即是叫做break even 或者放在公司做籌備資金 但過程裡面是做自己興趣的事情 同時都可以學到很多關於做生意的東西 然後存到一些經驗 其實我也覺得是很開心很滿足的 但我想T&P大家 無論是否開網店你的工作 你的生活一定都很忙碌 再加上現在是冬天很乾燥 皮膚真的很容易活不穩定作敏感 那Hada Labo這一支 Cica的舒緩修護精華 我就真的由夏天已經開始持續用了 但是舒緩、降紅 令到皮膚沒有那麼敏感 這幾方面呢 它是真的非常之有感的 今次這條影片的分享就來到這裡了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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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